好 这一节是一节选修课 我们主要讲的是选择公理 选择公理它的陈述很简单 什么是选择公理呢 它说 如果 AI 是X的非空子集 那么就存在一个映射 F从 AI到 X的一个映射 那么这个集合是由这些非空子集AI所组成的 的集合 存在一个这样的映射 使得 这个映射 每一个AI的像 是在它自己里面 那么 这样一个 F我们叫做 选择映射 选择公理就是说 任何一个 对任何一个X 跟也和一些它的非空子集 总是存在 这样的一个映射 那么举个例子 譬如说我们的X 是 整数级Z 然后我们的AI 譬如说 A1是123 A2是5 A3是7跟9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只有三个 三个非空子集的时候 我们可以定义 F 从A1 A2 A3 印到 X里面 那么把A1 印到它里面元素 我们就挑一个元素出来 我们因为我们得符合这个条件 这个AI的像 在AI里面 我们在A1里面 挑个元素出来 比如说2 叫A2 我们这个元素 就是挑5 A3 我们就说9 这样子 所以选择函数 所谓的选择映射 选择映射就把 这个集合里面 选一个元素出来 叫选择映射 好 那么选择公理 是说 在一个好像听起来 非常先前的一个 一个先前的一个现象 但是 它有很多 在数学上很多的应用 它甚至 它有时候 会推出一些 违背物理常识的 的一些现象 那么 我们首先讲一个 听起来比较 听起来比较 比较自然的一个 一些命题 譬如说 我们 的量序原理 那 量序原理说的是什么 连续原理 说的是 任何 集合 x 都 可以 被加上 一个量序 就 就说 任何一个集合x 在上面 你都可以把 集合x的 对元素 我们首先选一个最小的 然后选一个次级小的 再两个次级小的 一直上去 是吧 无论你的x有多大 我们都有这样一个 一个量序在上面 叫量序原理 那量序原理 跟选择公理 它们俩是等价的 我们后面 会讲到很多 选择公理 等价的一些命题 这是 其中一个 量序原理 那么大家可能听起来 好像觉得 选择公理 量序原理 听起来好像 这 命题都非常的简单 是吧 你看 这个我们有这么多集合 我们这里面挑一些元素出来 是吧 听起来好像非常显然 但当这个集合非常大的时候 就 问题就很容易出现了 譬如说 我假如 我这个非公集合 是吧 有无限多个 那么总部能够一个一个的说 我先看第一个挑什么 第二个挑什么 第三个挑什么 然后一直看下去 因为它无限多个时候 这个做法是不可取的 因为你要需要无限多的时间 去完成这样一个构造 那么 当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选择公理 就是说 我们存在一个这样 我就不用花时间 去再去构造什么了 我们就说 根据这个选择公理 我们就得到 这样一个选择 选择映射 同样 如果我们 的那个几个X非常的大 我们需要放一个量序上去 那我们就不会说 我们先挑最小的 再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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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样 可能 永远都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所以我们就 要就是说 会根据量序原理 我们得到 X上一个量序 好 但是 但是 选择公理 它会推出一些 比较奇怪的一些 一些 一些结论 譬如说 我们的 巴拿赫 巴拿赫 塔斯基 背录 那这悖论讲什么呢 悖论讲的是 我们 有一个 球 就像平时 一些球 一个球 一个球可以 被分成 有限多的 部分 可能是三个 可能是四个五个六个 是吧 有限多的部分 然后 对这些部分 做钢体 转换 将钢体变换 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些部分 把这个球分成 若干部分之后 把这些部分 平移 或者旋转 做钢体变换 会得到 两个 跟原来一样的球 就是说 你把一个球 把它可以分成 有限多个部分之后 然后把这些部分 分别进行 平移 旋转 然后 从了这样的变换之后 你会得到两个 跟原来一样的球 就是说 你的体积 变双倍了 而且因为 你做的是钢体变换 它密度是不会变的 所以变双倍体积之后 无形中 你的质量 就变双倍 这违背了 我们物理里面的 质量所用定律 但是 它是 选择公里的一个推论 那为什么会有 这么奇怪的推论呢 我们后面 会讲到 好 我们接下来 再讲两个 跟选择公里 等价的 两个命题 其实用的最多的 选择公里 用的最多的版本 就是这个 左恩引力 那讲转引力之前呢 我们先得 做讲它乘数之前 我们先得引入一些概念 好 我们 假设 假设X 是一个偏序集 它上面有个偏序 偏序集合 那我们说 X里面一个子集 A 是 一个 权序子集 当前紧张 对于所有 A里面的元素 它要么 X小于Y 要么X等于Y 要么X大于Y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偏序 限制到 A上面的时候 是一个权序 尤其仅有一个成立 对于一个权序 子集 A 我们说 它有 上界 当前紧张 在X里面存在 一个元素U 是的 对于所有 A里面的元素X X都小于等于U 就是说 在这个偏序集里面 有一个子集 权序 然后我们在上面 还有一个元素 比这个权序子集 任何元素 都大 这样 这么说 我们就说 这个权序子集 有上界 那么 乘数 转引力 那转引力说什么呢 我们假设 X 跟小于等于是一个 非空的 偏序集合 并且 在X的所有权序集集 在X里都有上限 那么 X 有一个 极大元素 那什么叫极大元素呢 所以极大元素就是 一个元素M 在X里面 使得 如果我们再有一个元素 比M大的 那么这个元素 就肯定是M 自己本身 所以这个元素 已经是 最大的 你再往上 你不可能有别的元素 注意啊 因为X是一个 偏序集合 我们不能说 是一个最大元素 因为可能元素 互相之间 是不能被比较的 是吧 但它是一个极大元素 是吧 譬如说 我们有一个这样子一个 一个偏序 集合 是吧 那么 这两个 这三个 都是一个 都是极大元素 它是最大的 不能再往上 但是 是吧 这一个极大元素 并不代表于 这个元素 一定比这个元素大 因为它们俩 是不一定 是不一定可比的 所以极大元素 意思就是 它是不能再往上涨 但是它可以 它并不一定是唯一 所以是不一定唯一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左翼引里跟选择公里 它们俩是等价了 但是我们这 这就不给出 这个等价命题的证明 因为这个证明 比较纯技术一点 而且比较长 所以我们就不在这 一一写出来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在网上可以收到很多 它的 在网上有很多 这个 可以提供给大家看的 一个证明的版本 好 那么大伙朋友 下面我们要讲一下 怎么利用 左翼引里 来一般 数学上怎么用 这左翼引里 来证明命题的 那么一般分四步 第一步呢 我们要构造 非空集合 X 第二步 要构造那个 偏续 谁等于 第三步 我们要证明 所有 程序子集 都有上界 然后第四步呢 我们要 我们就可以得出 得到那个 极大元素 那现在我们来 模仿一下 这个套路 来证明一下 这个选择公里的 另外一个 等价命题 就是 豪兹多夫 极大原理 通过 左翼引里 来证明 那么豪兹多夫 极大原理 说的什么呢 他说 如果 x 跟小维 等于是一个 偏续 集合 这一次 可以是 空集 那么 它里面的 它的 任何 全序子集 A 都被 包含在 一个 极大的 全序子集里面 就是说 如果 我们在x里面 找到一个 全序子集 那么总是可以 把这个全序子集 延到最大的 一个全序子集 比如说 我们刚才回来 比如说我们刚才 那个图画 就比如说我选去 这样一个 全序子集 那么总可以 把这个全序子集 延长到更大 延长到一个 一个 极大的 全序子集 那么一个 极大的 全序子集呢 就是说 如果 如果m 再重属于 另外一个 全序子集 n的时候 那么 就能推出m 等于n 就说 这不能够 再被延长了 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 最大的 全序 极大的 全序子集 好 那么来用 转移力 来证明一下 这个命题 好 我们怎么证明呢 那么我们 要 模仿这个步骤 我们首先要构造 一个非公集合 x 怎么样 我们应该 因为我们已经用了x 作为这个 偏序集合 那我们就 令s 为 我们换一个符号 s 为所有 包含 a的 全序子集 也就是说 从a 我们 从这个 全序子集 a出发 我们找出 所有 包含着 它的全序子集 那么这个集合 非空 为什么呢 因为 它已经包含着a了 a已经是s这个集合的一个 一个元素 那么我们第二步 要构造一个 偏序 那么在这样一个集合里面的偏序 我们用了什么呢 用的是包含的 包含关系 就 用霸含关系 霸含关系 明显是这个集合上的一个偏序 大概可以 检查一下 这个符合偏序的 三个的性质 第三步 我们要证明 所有全序子集 都有上件 好 那么在这个 集合 这一个偏序 下的全序子集 是什么呢 就是 一些 x里面的全序子集 mi 并且 这个mi 是 mi 加1的一个子集 这样子 就他们 一个是包含在另一个里面 所以是 对应这一个 偏序关系的 一个全序子集 那么这个全序子集 我们说 它 是 有上件的 为什么呢 我们怎么做 构造这个上件 我们取 并集 把这些mi 全并起来 那么我们得到这个并集之后 这并集 仍然是 x的子集 每一个mi都是x的子集 而且 这还是一个全序子集 为什么呢 因为 每两个元素 它们总会在某一个 mi里面出现 所以 我们只要 往右走的够远 我们总可以把这两个元素 放在同一个 同一个全序子集里面 那么 你们可以比较它们 所以 你一旦 对全序子集 互相包含的全序子集 把它取一个并集的话 这得到的集合 仍然是一个全序子集 所以 这一个 这个集合 就是一个上件 好 那么通过这 这个证明之后 我们得到一个 这个m 是一个s里面的 极大元素 m是s里面的 极大元素 就是 是所有包含 a的全序子集里面的 一个极大元素 也就是 包含a的一个x里面的 极大的全序子集 好 那么今天这个选择公里的课 就讲到这 但我刚才还没有讲到 为什么会有这个 巴拿赫塔斯基 这么奇怪的一个 一个悖论 但其实 在后面我们会经常 会碰到很多时候 需要用到选择公里的证明 这证明 都是存在性的证明 就证明某一个东西存在 但是这 往往如果你必须得用到 选择公里的时候 这个存在性证明都是不可构造的 就是 这个 就没有一个 不能给出 一个完整的构造方法 说 我这个球 怎么分成几部分 怎么平移 怎么旋转 然后咱们咋 把它合在一起 这是不可构造的 就 你一旦用 必须得用到 这个选择公里的 证明 我们可以证明它存在 这么一个方法 把它合成两个球 但 其实这个方法是不可构造 要说现实生活中 我们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种 把球分割之后 重新合成两个的新球 然后无形中 把质量双倍化的 那个方法 所以 这并不是一个 物理上的一个 非常 物理上的一个 真正的悖论 所以我们就 就用这一个来解释 为什么会有 选择公里 会有这么奇怪的 一个推论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